93天,历经4.1万公里穿越25个国家,他用一辆摩托车横跨欧亚大陆,总形成相当于绕赤道一圈。 看到他的事迹后,所有人震撼不已。 他叫李纯辉,是一个单亲妈妈,人人称赞他潇洒,只有熟悉他的知道。 他在前半生也是苦个透的人,离异,单身带娃,独自拉扯双胞胎女儿长大,以一己之力将脑胎女儿培养成才,各种滋味,冷暖自知。 但最令人佩服的是,苦难没有让他颓迷,而是令他昂扬,把双胞胎女儿送去留学后,他没有闲下来,没有催婚,催生,没有八卦平庸躺平懒惰。 他说,前半生为女儿而活,下半生要为自己而活,要追风赶月,滚烫在人间。 大家好,这里是第五情报站。 李春辉的前半生,以女儿为原心,家庭为半径,就能画出全部。 21岁那年,他与一个男人步入婚姻殿堂,一年后,怀上一对双胞胎,喜上加习,本是断家化。 殊不知,命运的下下签,却在这时不情自来。 1998年,李春辉正在家中忙活家务,呼得肚子一阵脚痛,鼓鼓热流从下体涌出。 坏了,离预产期明明还有一个月左右,肯定是早产了。 很快,他被送往医院进行紧急剖腹产。 小女儿一切健康,大女儿却因其带绕帛窒息,导致颅内出血。 接到医生手上时,零呼吸,零心跳,几乎失去生命指针。 医生下达病危通知书,孩子不用救了,肯定是不行了。 李春辉不甘心,他求医生一定要救孩子,无论花多少钱。 状况危急,医生只能使用进口脑激活素,帮助大女儿稀释颅内血块。 幸运的是,经一个月的全力救治。 大女儿终于转危为安,成功挺过鬼门关。 命是保住了,人却因此成了脑瘫痪儿。 眼神无光,反应迟钝。 甚至连基本的损息能力都没有。 李春辉既无所出,只好一滴一滴地将乳汁滴进女儿的嘴里。 那段时间,他几乎全天24小时受在孩子旁边。 以小女儿为参照,及时观察大女儿的状况。 长期地观察下,李春辉发现,大女儿的情况远不及想象中糟糕。 反应虽迟缓,手眼协调性差,但施以方法是能见效的。 那时起,李春辉暗暗发誓。 小女儿学会站立,大女儿也要站立。 小女儿何时能爬行,大女儿也要做到。 愿景虽美,前路漫漫。 一岁时,小女儿学与学步都很快。 大女儿却不行。 为了让大女儿学会走路,李春辉把他放在支撑物旁。 放上软垫让他慢慢走。 一步一跌倒,三步哇哇哭。 看着大女儿吃力的样子。 李春辉的心阵阵脚痛,但他必须逼着自己狠心。 不见成效不撒手。 日复一日的训练下,大女儿终于学会了走路。 但这仅是第一步。 阴手不受控。 大女儿每次握东西都会剧烈抖动。 拿筷子,握勺子,系鞋带,细扣子。 每项都需要李春辉手把手地教。 后来为了锻炼大女儿的肢体协调性,李春辉给大女儿报了游泳班。 阴差阳错的是,大女儿因能力不达标惨遭淘汰。 作为陪练的小女儿却因表现优异,被当作重点对象培养。 练习几年后,还成了一名花样游泳专业运动员。 拿奖拿到手软。 姐妹俩的巨大差异众人看在眼里。 他们断言,姐姐就是不如妹妹。 李春辉生来倔强,不信命,更不希望老大活在老二的阴影之下。 于是接连给大女儿报各种兴趣班。 可惜事与愿违,钢琴,书法,绘画,围棋,没一样学成。 灰心之余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付出,也让家中积蓄逐渐透支。 此事引来丈夫不满。 他认为女孩长大了嫁人生子就行,没必要花冤枉钱培养。 夫妻二人矛盾升级,争吵不休。 女儿们十二岁时,丈夫提出离婚。 李春辉成为一名单亲妈妈。 赤手扛起一个家,谈何容易? 2009年,为了谋生,李春辉试图创业。 千挪万凑筹下一笔资金。 在女儿的学校附近开了家托管班。 生意不算太好,勉强能维持。 当然,创业期间,她也没落下对女儿们的教育。 她应小女儿之愿报了小提琴班。 大女儿则开始学长笛。 因肢体灵活度不够。 大女儿学了整整一年,都吹不出一首完整的曲。 久久不见其色,老师的心力消耗殆尽。 多次提过让她退学。 甚至找到李春辉当面表示。 你们家女儿我教不下去,手太笨了。 李春辉苦苦哀求老师,希望她再多些耐心。 我相信我女儿,只要想做就一定能做到。 大女儿如梦初绝,表现出不同于往日的任与肩。 她每天苦练六小时,久久为公,日日精进。 偶有为难情绪都硬撑了下来。 近隐十年,终于功力大尽。 一曲野风飞舞,吹得气定神弦,不紧不慢。 而小女儿天之娇女,每每参加小提琴比赛都是独领风骚。 高一那年,为给女儿们创造更好的教育条件。 李春辉开启了一场豪赌,卖房。 卖房的钱送女儿北上,找最好的老师学习。 决定一出反对生四起。 李春辉想不了那么多。 他必须千方百计地给孩子铺路,给他们最好的教育。 即使砸再多钱,也值。 很快,他带着双胞胎女儿开启北漂之旅。 期间,李春辉四处为家。 结衣缩时,时刻紧绷一根弦。 但钱是省不出来的。 孩子的琴一把要二十万。 二人密集上课时, 每天的费用更是直逼一万。 如此烧钱,任其一项都压得他够强。 然而,即使父辈受敌,四面楚歌。 李春辉也不怨不撑。 只是练就三头六臂。 将自己生生逼成女金刚。 东奔西跑,想方设法扩大托管般规模。 同时,不得不再找一份工作。 以防生意欲冷,家里揭不开锅。 几头忙碌,李春辉分身乏术。 白发日日渐长,从几根变成几柳。 好在,两个女儿都没有辜负她。 2018年, 小女儿被英国皇家学院录取。 大女儿被荷兰方提斯音乐学院录取。 雏鸟长大了。 劳碌半生的李春辉, 终于可以停下来,安享后半生。 但李春辉不。 他不愿人生停止。 他依旧要折腾。 2017年底, 李春辉买下一辆宝马700GS摩托车。 正式练习骑行。 这件事并非一拍脑门决定的。 受父亲影响, 李春辉从小就有机车情节。 一直想来一场踏浪逐风的魔旅。 早在2015年, 他就拿下了摩托车驾驶证。 又与家庭梦想被迫搁置。 2018年, 女儿双双出国留学。 他嫁入南京传奇车友会, 与摩托跨省骑行到福建。 一路狂飙, 迎风急驰。 生而热烈的李春辉, 终于开启快意余生。 一年后, 他做出一个惊人想法。 骑着机车横跨欧亚大陆, 去英国和荷兰看女儿们。 车友们得知后全力支持, 决定与他一同复殴。 为了此次旅程, 李春辉卖掉汽车。 换了辆二手的红色宝马款重型拉力摩托车。 同时, 苦学英语, 死磕体能锻炼。 2019年5月26日, 一支由八人组成的车队从南京出发。 李春辉全套装备在身迎风启程。 他从南京骑到满洲里, 横穿整个俄罗斯, 到达北极圈摩尔曼斯克、北冰洋。 之后又起到芬兰、瑞典、挪威、丹麦、 德国、荷兰、意大利、土耳其等二十多个国家。 当他穿过二十二个国家, 终于在阿姆斯特丹见到大女儿时。 大女儿热泪盈眶, 妈妈, 你太酷了。 后来在土耳其见到小女儿。 小女儿同样又震惊又感动。 妈妈你好了不起, 旅途中有风花雪月、 湿化酒茶的浪漫。 也有素语参风、雨淋日志的困窘。 在此之前, 全球的各种拉力赛事从来没有二十天。 因为难度太大, 对体力、技术、精神都有极高要求。 而且她是车队里唯一的女骑手。 面对高强度骑行, 渴了饿了只能强撑。 休息多半是席地而眠。 艰苦程度难以想象。 期间, 她在急昼下骑行二十四个小时。 顶着暴雨穿越无人区。 状况百出。 手机摔坏了。 摩托车钥匙丢了。 跟大队伍跟丢了。 压弯起行失误了。 好在有惊无险。 每每遇到障难。 李春辉都集中生智扛了过来。 最严重的一次是车祸。 被一辆福特车追尾。 当时李春辉被撞得满身血痕。 一度以为自己完了。 索性救护车及时赶到。 经检查五骨折和内伤。 只是多处软组织损伤。 后来得知摩托车损坏不严重还能上路。 李春辉抖得精神起来。 签下一个免责声明就匆匆出院。 继续急迟而行。 他告别小女儿。 相继穿越法国、德国、哈萨克斯坦等国。 最终于2019年8月27日返回南京。 4.1万公里,历时93天穿越25国。 这场横跨亚欧大陆的魔旅。 终于完美画上句号。 他也忠于身体力行地希望向女儿证明。 所有路障皆可扫清。 梦想并非遥不可及。 2020年6月,李春辉再度开启朝圣之旅。 这一次他单人单骑行遍中国。 挑战了以显文明的丙茶茶路线。 成功挺入西藏。 骑到出生地青海。 走过广西、海南、北京等地。 单人旅途中,他穿过人潮枕着山野。 历尽朝夕与四季。 他说,我要把整个中国都转一圈。 就算圆我一个中国旅行梦。 当然,李春辉的野心不止于此。 下一次环球旅行。 他准备再度横跨地球。 我最大的愿望是后年。 我从北极骑到南极穿越一下。 然后我想拍一部纪录片,然后上院线。 现如今的他已47岁。 却依旧在路上密封前行。 正如他对车牌号的阐释。 我的车牌是57513。 我是75年5月14日出生。 结合生日是我骑,我一生一世。 前半生他破除万难。 守直人间烟火,为女儿们而活。 后半生他踏遍山河。 追逐师于远方,为自己而活。 机车轰鸣而过时。 李春辉冲破地平线,拾进暮色里。 那一刻,他与灵魂击掌而割。 活得比任何人都漂亮。